Mavic Air 好 影片剛開始呢 一定要先跟大家講個故事 昨天呢 老婆大人很興奮的跑過來跟羅卡說 欸 幫你買了一台空拍機 這個時候呢 羅卡聽到之後呢 整個就是非常的震撼 竟然會買這個空拍機來送給自己的老公喔 簡直好老婆啊 結果呢 老婆大人就拿出了一台 她說是叫Mavic Air 拿出來的東西呢 就是這一台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急著關掉影片 好不好 全部重來 全部重來 剛才呢 一些都不算 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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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大人呢 就在說啊 因為呢 這個空拍機 感覺是遲早都要買的一樣東西啦 所以呢 就去買吧 那老婆大人呢 是說 買之前啊 一定要先做好一些功課 羅卡呢 其實有看的蠻多這個YouTuber上面的影片 或者是文章等等的喔 本來是很想要買這台Pro的 Mavic Air Pro 因為呢 這一台呢 它的體積比較大一點 稍微重一點 飛起來呢 感覺會穩很多 再來呢 是它的飛行時間呢 可以到將近30分鐘左右 這個呢 算還蠻吸引人的 縱然啊 它的體積比較大了一點 攜帶上來說呢 可能會增加一點點肩膀的那個負擔 價格呢 當然也是稍微貴了一點 不過呢 後來在考慮這台Mavic Air跟Pro的時候呢 想了非常的久 Air的大小比較小一點 然後呢 有多上一些新功能 雖然說有一些新功能呢 單純就是 很像現在的手機功能 比較炫一點而已 其實平時用不太到 Pro的部分呢 雖然說它的功能比較稍微強大一點 但是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是讓羅卡最後選擇Mavic Air的重點喔 這個重點呢 就是它的1080p可以拍到120fps喔 這個部分呢 其實羅卡真的非常的心動 現在雖然說有4K的影片出來了 也蠻多YouTuber開始在慢慢的拍4K的影片了 不過呢 主流上還是以1080為主 那因為呢 現在的電腦其實如果要剪4K的 當然也會比較磁力一點 包括一點可能又要再多買幾顆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畢竟呢 這個4K可能要到普及呢 也是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喔 所以呢 羅卡呢 就來直接入手這一台Mavic Air 讓它比較輕巧一點 雖然說呢 飛行時間比較短 但是因為它有3K電子 所以心裡在想應該是非常夠用的 那現在呢 就直接來帶大家看一下這一台Mavic Air的開箱啦 首先呢 這個是Mavic Air的外箱喔 其實呢 它有兩家台灣的代理商 有很多人呢 可能因為價格的問題會選擇水貨 那羅卡呢 是考慮到保固 然後還有維修的速度 當然啦 有時候它可能摔到太遠 或者到那種山谷底下 海裡面啊 無解的啦 沒有救的 不過呢 因為那沒一點點的保固 所以羅卡還是多花了一點點錢了 買了台灣的代理貨喔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Air的外箱 現在呢 就直接來把它給拆開來 旁邊這裡啊 有寫到 羅卡買的是 DJI Mavic Air全能套裝 那是買白色的喔 裡面呢 總共會有飛行器 遙控器 很多代理上是非準的 那現在呢 就直接來把它給開箱囉 好 首先那是外面黏的這一張 一張簡單的安全說明喔 這個安全說明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 可能要在遠離電磁波干擾啦 然後海拔5000公尺以下飛行 簡單的操作保養 還有一些法規的注意事項 還有一張這個是產品的服務保證卡 再來呢 是有這個貼紙 好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主體要來出現了 那這邊呢 有一個風箱膠帶 在這邊 羅卡買的是白色的 所以在這邊有白色圈起來的部分 割開的 打開我們的空拍機 那裡面呢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呢 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主機吧 這個是一個還不錯的硬殼喔 好 裡面呢 就是我們的空拍機的主體喔 這個空拍機的主體 羅卡呢 買的是白色的 所以呢 整台都是白白的 旁邊這個有要撕掉的一些磨的部分 到時候呢 再來把它給去除一下 前面呢 前面應該是這一邊吧 現在前面這邊有一個 DJI的鏡頭蓋 那這鏡頭蓋呢 之後也會來把它給去除掉 這樣看起來呢 其實雖然說 Air是比較小一點的機種了 不過呢 其實跟羅卡的手掌喔 也是差不多的大 這樣比較起來應該是差不多大 整個差不多大啦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用它 我們先把它收進去 再來看一下裡面的配件 裡面的配件還有呢 是這個 一大袋 這是什麼東西 一個小背包 等一下再來看 這邊呢 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邊呢 還有一個盒子 我們來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呢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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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多的說明書 好不好 裡面有超級多的說明書 這真的超多的啦 有這個說明書啦 然後物品清單 快速入門指南 還有免則說明 因為其實呢 這個控拍機是有很多地方 不管是限高啦 還是禁飛啦 等等的 都要依照當地的這個狀況呢 來做選擇 不然其實會觸犯到蠻多法令的 所以呢 控拍機好玩歸好玩 但是也要蠻注意的 裡面呢 還有這個 這個的話應該是螺旋槳的那個保護的裝置啦 這個呢 總共就是四個 蠻輕的 這個整個蠻輕的好不好 但是有點大 所以這個控拍機其實張開它的翅膀之後呢 欸 Air也是蠻大的好不好 裡面這樣子就沒有東西啦 那我們先把它擺到旁邊去 接下來呢 就是這一個 這個應該也是有蠻多周邊配備的吧 看起來呢 非常的酷的一個包包喔 這包包呢 其實上面也是非常好的質感 它有這個 DJI的mark在上面喔 包括連拉鍊的部分呢 都有這個 DJI的mark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呢 直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好 來第一個 一個盒子先擺旁邊 旁邊呢 欸這個是遙控器 遙控器的部分呢 其實它的大小 並不算很大 但也不算很小 這個重量呢 因為羅卡沒有拿過其他空拍機的啦 所以呢 就拿這個的重量來看 其實跟一般的遙控玩具的遙控器比起來 還是算成了很多喔 上面呢 有很多按鈕 之後呢 也要來接上我們的手機的部分喔 所以呢 整個就算還蠻酷的一個遙控器喔 這個是等一下可以轉向喔 然後可以合起來 合起來是要這樣子合起來 那下面這裡要打開來要夾手機吧 等一下呢 再來撕這個膜 接下來呢 下面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是什麼 充電器嗎 這一個看起來應該好像是充電器的部分 好像是啦 然後再來呢 下面有這一個是變壓器 這一個呢 是變壓器 所以這個接上去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充電 這個是我們的台灣的插頭 100E的這種插頭 然後裡面還有一顆電池 兩顆電池 總共目前為止是這樣子的配備 好 那我們先把包包收到旁邊去 再來打開這一盒看一下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裡面這一盒呢 打開來有 一組機翼 兩組機翼 有兩組補充的備用機翼 然後還有這一個是 這個應該是接手機在用的線 接手機用的傳輸線喔 這個的話 可以接iPhone啦 還是Type-C的這個接頭都可以喔 那這一條呢 也是USB to Type-C的線 因為如果還沒用過 誰還不清楚 這裡呢 還有一個這個是電池交換器 這是什麼意思 這也是充電用的嗎 對 這看起來是充電用的 應該是這樣子裝上去之後呢 對 這樣子裝上去之後就可以做充電了 這也是電池充電用的 那這一個呢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啊 喔 這一個是充多組電池用的 所以呢 這一個東西是有機關的 它的後面呢 可以充很多組的電池 另外一邊呢 可以接上這個接頭之後呢 這一邊就可以接很多顆的電池 同時來做充電的部分 好 那還有一小包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好 那總共呢 清單就是有這些東西在裡面啦 那因為呢 羅卡現在要來把它給充一下電 之後呢 再來做四倍的動作 那空拍機的部分呢 現在打開來 移除貼子是最開心的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貼子都把它給移除掉 好 那整個空拍機呢 打開來之後是長得像這個樣子的 下面呢 欸 也是有腳架 務必展開腳架 下面呢 都還有很多貼子跟防護之類的東西喔 腳架一定要打開 所以呢 這個其實有蠻多要注意的地方啦 整體呢 打開之後會變得像這個樣子 那旁邊這個 還有好多貼子要移除喔 那我們來順著把它給移除掉 都把它給移除掉 好不好 現在呢 這個就是空拍機的本體 整台呢 是白色的 前面鏡頭的部分呢 要先來把它給移除一下 這樣子呢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的鏡頭了 我們就把這個保護殼的部分把它給拿下來了 空拍機呢 飛行的時候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喔 那基本上呢 會不會有人用這個護槳 其實不太清楚啦 會建議用護槳嗎 還是一開始用一下比較好一點 那電池呢 可以從下面這邊來取出來 這樣子裡面就一顆電池的部分 那總共呢 會有三顆電池 拿掉電池呢 其實空拍機的重量整個還算蠻輕的喔 畢竟呢 它的這個電池的重量還算有一點重啦 那我先把它裝回去 那今天呢 開箱這個空拍機的部分 之後會來做一些飛行 然後呢 拍攝影片 會有一些片段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呢 玩空拍機就是真的 好玩歸好玩 畫面漂亮歸漂亮 但是呢 還是有一定的危險存在喔 包括呢 可能要非常的注意這個 進行區 或者是限高區域等等的 這些呢 都不要繼續飛到 才不會誤觸一些法律上面的問題喔 好啦 那關於今天的 DJI的MAMIC AIR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了 其他的部分呢 之後會來做一些拍攝的影片 也會再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Bye 欸 這個遙控器的部分呢 是有一點小小的不解 可能呢 還不太會用 所以要上網來去爬文一下 因為呢 剛才羅卡有拿去稍微充電一下喔 順便要把手機給夾上去 這個地方呢 裡面其實原本就有一條 這個是適用於iPhone的系列 手機的線啦 裝上去呢 會變成這個樣子喔 變成這個樣子呢 欸 它有連線 但是呢 它不會充電 這個不知道是正常的還是不正常的 之後呢 要再來去爬一下文喔 裡面算還是蠻複雜的 羅卡已經把韌體呢 稍微更新了一下 結果呢 居然連這個遙控器的部分啊 它都需要更新韌體喔 算是還蠻意外的 果然是非常智能的裝備啊 就好燔ец喔 就好燔子喔 大概過 1990